日本关东军在民国20年,西元1931年,与沈阳发动918事变,迅速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国民政府及故宫博物院即以流行故宫文物安危,有了故宫文物南运计划。 纳智良在故宫博物院30年之经过提到,故宫博物院为了保护珍贵文物,从民国21年,西元1932年秋季,开始检择重要文物装箱,故宫捆扎紧时,等到南京的国民政府传来故宫文物南签令,故宫博物院已将能南运的文物尽量装运。 民国22年,西元1933年2月6日,故宫文物13491箱,连同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舰等机构6066箱文物,总计19557箱中华古代文物。 正当日本军队逼近北平时,故宫文物已大致运离北平,展开往后十余年的迁运路。 民国22年,西元1933年5月,分城五匹,由北平西站乘文物列车,途经平汉铁路到河南省郑州,接着转龙海铁路到江苏省徐州,再沿金浦铁路到南京市浦口, 接着船运,沿长江至上海租界地,分别存放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与英租界四川路的仓库。 故宫文物在上海战存三年,民国25年,西元1936年12月,再度起运至南京朝天宫的库房。 随着日本从北平一路向南扩大战线 甚至海军与空军越过我国东海 在民国26年7月1937年8月 展开松户会战 故宫文物从此三路西进 运到四川省鹅梅、乐山与贵州省安顺 民国26年7月1937年8月 船运至汉口 同年12月南路依汽车载运 寻长沙、贵林至贵州省安顺 同时北路让文物搭火车 沿金浦铁路至徐州 转龙海铁路到陕西省宝基 在改以汽车寻川陕公路 尤其驶向蜀道南、南炉上青天的秦岭 走汉中、成都到峨梅 民国27年西元1938年3月 中路自汉口采船运速长江而上 途经宜昌、重庆、宜宾到八县乐山 参与故宫文物西迁 从北路运到俄眉的纳智梁 回忆这段过程可说是背极艰辛与危难 一路上路况颠颇 甚至中路与南路 在运送途中 如果迟了几天启程 原战存地点 便会遭遇日本军机空袭 可说是相当幸运地 度过这些突发危机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研究员李继 视察重庆、成都等地之后 于民国26年 西元1937年 着手撰写 调查故宫古物搬迁 及存放情形报告书 见证当时日军禁逼之下 众人尽速从南京朝天宫 抢运故宫文物 历经长途跋涉的艰辛 而抵达四川、贵州 文物签运得有典藏库房 因此故宫博物院 在民国27年 西元1938年1月31日 行文给重庆大学 以借用校地 与中央研究院 合建临时库房 作为抗战时 暂存文物之所 于是位于重庆市南郊 发现飞仙岩 在这之后建立临时库房 成为故宫文物 在抗战期间的 暂时存放地点之一 不过故宫文物 运抵重庆后不久 日本便持续轰炸重庆 为了避免这些文物 遭受炸毁的风险 国民政府要求疏散文物 至重庆以外数十公里处 此时我国空军难以抵挡 质量揭具优势的日本空军 护工文物不时面临空袭危机 抗战时期 与国民政府 与中国国民党 历任各要职的王世杰 在民国34年 西元1945年 12月30日的个人日记 记述他与张岳军 进入八县的临时库房 观看并确认 故宫文物保存完好 即使当时有空袭的危机 这些文物仍能完好如初 至于比起画轴或若干体积 较小的故宫文物 体积庞大且相对沉重的 汉代画像石棺 很难迅速迁运至其他地方 只得折地埋藏 暂时躲避日军空袭 降低珍贵古代文物损毁的可能 收藏于贵州省安顺的故宫文物 则在民国33年 西元1944年再度搬迁 当时日军大举进攻 湖南、广西、贵州三省 国民政府在西南战线告急 王世杰担忧战事将会颇旗 绽放于贵州的故宫文物 向故宫博物院主持者马恒 关切此事 于是10月24日 故宫博物院紧急开会 王世杰为代理理事长 决议将原先暂存于贵州安顺的故宫文物 尽速运回重庆市郊的临时库房存放 因此点藏于贵州安顺的故宫文物 也在抗战后期进入四川 民国三十四年 西元一九四五年 我国取回四川到贵州一带的制空权 此后重庆遭受日本军机轰炸的可能性降低 典藏于四川的故宫文物 解除空袭造成文物损伤的危机 抗战胜利之后 故宫文物先集中至重庆一带 接着以船运为主 汽车陆运为辅 将故宫文物运回南京朝天宫 抗战胜利之后 国民政府获赠毛宫顶 这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镇馆至宝之一 乃是当今世界出土的青铜器中 文字数量最多的顶 然而毛宫顶非清朝皇宫的收藏品 在清朝中期发掘出土之后 为辗转多人之手的古董 抗战期间毛宫顶未遭战火波及 现今国家档案局藏公文 说明毛宫顶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 后转交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 玄机爆发的国共内战 让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 再度面临战争遭致文物受损的风险 民国37年西元1948年冬 汪世杰 朱家华 杭力武 胡适 傅思年 李济等国民政府各级官员或文史学者 商讨中华古文物签存 决定将故宫文物选择精品运来台湾 现今国家档案局藏 故宫文物运台的公文档 乃是故宫文物签台的证明 民国37年西元1948年12月 中华古文物一共2972箱 231910箱又27章692页 由庄园随海军中顶轮 从南京负责押运第一批故宫文物至基隆上岸 接着转往台中雾峰北沟战存 这批故宫文物在此度过十余年的岁月 故宫博物院则于民国38年西元1949年7月 被并入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 隶属于教育部 民国44年西元1955年 再度改组为中央运台文物联合管理处 同年又改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 这是来台之后整理文物相号的标示 说明从北平上海到台湾的编号 民国54年西元1965年 过于今日台北市市邻居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正馆落成 故宫文物再度从台中迁运至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至此正式恢复 宋代画家范宽绘制西山行旅图 宋代画家郭熙绘制早春图 宋代画家李唐绘制万货松丰图 乃是我国现存少数的宋代全景式山水画 以及众多中华文化瑰宝 实乃国民政府全体官民 费心千存的成果 让这些故宫文物得以保存 继续述说着我国渊源流长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